以前大学没毕业的时候 几乎每年过年都会有初中同学聚会 高中同学聚会 后来大学毕业了 这样的聚会反而没有了 一方面由于工作 大家都割笨东西 过年也很难能够聚齐 另一方面 现在的同学聚会似乎都变位了 每次聚会似乎聚的不是同学情谊 变得太多杂志掺杂其中了 有的人以前觉得他还挺低调的 同学聚会真的是工作上有点小成就了 真是说话太不得了 就是土豪来这炫富的感觉 开着跑车 好几个苹果最新款手机拿着 身上的衣服也是大牌 有的工作普普通通的 去了真是觉得特别后悔 怎么来这个聚会 简直太受伤害了 然后聊天的话题是比拼工作 老婆孩子 只要能拿出来比拼的 绝对不会有所保留的 真是同学聚会如战场啊 到处都是刀光剑影的感觉 有的人是来续情况的 学生时代两个人就有点意思 可是后来没有在一起 是趁着同学聚会的好时机 开始打听他的情况 知道还是单身 那可得卯足了劲 想办法去往人身边凑 去再续前缘 有的结了活人听说他过得不怎么好 就生起了恋爱之心 两个人竟然还想来的婚外情 真是让人无语的狠 有的人是比较回来士 聪明的人因为他们是来拉关系的 做销售工作的到处发名片 有什么找他买一定是同学友情价 打听到有的是在比较不错的 事业单位上班的就去套近乎 以后遇到需要帮忙的就得麻烦了 把人工为了一遍 真的是一场同学会下来 你会觉得买什么干什么 哪里都有自己的同学老熟人 真的是太好了 有的是真的是来同学聚会之间的友谊的 但是这样的人在同学聚会上是很少的 因为毕竟和他自动道合的人太少了 他们也只能有两三个坐在一起 回忆过去叙取旧情 真心感受同学聚会的 有的人觉得自己和别人不一样 自己的同学聚会也不会那么熟套 所以他要专门来感受 但是他搞错了 因为我们都不是圣人 我们都是熟人一个 老师能记住名字的还是那些以前成绩好的 或者淘气的同学 你这样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人 老师真的很难做到 不忘记你的名字 老师关心的还是那些比较有出息的孩子的近况 看到你现在换成这个样 也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一点也不觉得意外 来同学聚会之前 你真的是信心满满 相信一定会很满好 结束以后 你肯定会垂头上气 大失所望 所以真的不要去参加这样的同学聚会 真的是一点意思也没有 我大学毕业后 就从来没有参加过高中同学聚会 因为不想去受刺激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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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